67歲失業的明叔已經露宿了一年半 現在靠著一千多元的水果金和兒子給的錢過活 他說最想上公屋 但因為輪候時間長 遲遲都未去申請 希望政府幫助長者快點入住公屋 因為年紀太大 隨時都會凍死在街上 喝酒的人 十三分鐘 他們會突出頭的油 所以這就是很恐慌 社協在8月至10月期間 訪問了103個沒有領取中門的老宿者 他們的年齡中位數為45歲 近七成人表示 因為失業和開工不足 交不起租 被迫老宿 有協助老宿者的社工指出 如果以1300元月租 租一個床位 連按金和上期 對於收入中位數大約5000元的老宿者來說 很難負擔 他們速請政府重推單身人士連租宿舍 短期的房子政策 我覺得希望有廉價的單身人士宿舍 我們剛才說了 2005年之後 政府取消了430元的單租 現在的單租只有兩棟 就是希華樓和高華角分別由兩個資源機構管理 但租金是1200元至1300元左右 1100元左右也要交按金 對於我們剛才說 月入中位數是5000元的低收老宿者來說 其實它是比不起現在的單租 他指社協估計 全港有525名老宿者 是低估了實際數字 根據社協的統計 全港現時大約有1500名老宿者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黎智浩報道